这个夏天我们团队来到了贵州南龙布衣古寨 我们把机械臂从遥远的城市运到了农村 在当地的土地上利用机械臂进行3D混凝土打印 我们的建筑材料采用专门用于3D打印的高强度水泥混凝土 没有用一根钢筋 来看一看我们目前打印好的大面墙和效果吧 敬请继续关注